我们来看一下有关爬虫的部分 所谓的爬虫 其实简单讲起来就是说 如果这个资料在网络上面 我希望可以 不需要每次都还要到开放资料连结 然后下载之后再把它打开 相当的麻烦 那我今天希望 如果我可以透过VBA的方式 这个字有点小 我把它工具选项再把它放大一点 撰写风格 放大到14号至少 基本上这一段的程式 你可以在云端上找得到 这个你可以当成一个范本 因为这个范本还蛮好用的 也就是如果你将来 想要下载的是一个CSV的档案 你只需要改动两个地方就OK了 我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这个范例其实还蛮好用的 第一个就是 我们的网址在哪里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从TES封号后面 这个网址基本上就是我们开放资料的那个网址 第一个OK 这个地方 第二个的话是它的编码方式 这边有一个是什么 有一个是65001 如果你是UTF8的话 那就是65001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网址 我怎么来的 第一个你可以 我印象中我们是 这边 这个 从云端上面找到第12页这边 台北市的住在 这个 当然你也可以从开放资料搜寻 可以到 里面的话可以找到 那如果你要下载的话 基本上 我们基本上是从这边检视资料 然后之前是从这边把它下载一下 不过跟各位讲 这个网址 当然理论上是从这边复制贴过来 理论上 是从这边 这个是网址 贴到这个 哪个地方 就TES封号在后面 把它贴上就可以了 但是跟各位讲 台北市政府 也好像 之前是可以 但是现在好像 如果你贴这个网址 它好像会出现错误 我不知道它可能改成 就是说 让你一定要用附加档下载 这个网址 所以后来我找另外一个方法 也是OK的 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找网址的话 请你找到下方有个CSV 那我怎么得到 一个CSV的网址 这个可能要有个小机 按右键 右键里面就会有个什么 复制连结网址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贴网址 而且是CSV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上面这个连结不OK的话 你就是抓下面的 是应该OK 如果上面OK 那就不用改 没关系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就是它的编码方式 如果它是Big 5的话 请你把底下的 那个Pattern Phone 那个有个65001 记得改成 Big 5记得改成950 OK 不过我发现 它上面是950 可是它下面这个不是950 如果你用950的话 它会变乱码 所以记得下面那个是65001 那不过没关系 如果你看到乱码 反正不是这个 就是那个 基本上应该就是两个 OK 所以假如说你下载资料 发现乱码 没有没有 你改 OK 所以第一个 我这边把它复制一下 复制 按右键复制 贴的话贴到哪里 贴到这边 这个 那这一段程式码在哪里 我是把它放在云端 白板上面的第十二页 就这里而已 OK 就这一段 我刚刚讲的就两个地方 所以这个范本 就这个 网址 还有这个 650 要不就650 要不就是950 OK 那我把这个地方 把它贴上 然后应该就可以过 可贴的话记得贴到这里 贴上 然后 底下的话就不改了 原来是650 那就OK 那我们来run one看 基本上呢 所以你们可以再另外开 像刚刚练习 你不要把它拿掉 你另外再开一个工作表 来练习看看 那基本上我这个程式 第一行是 把资料全部清空 所以我按F8好了 F8 OK 它会一行按执行 F8 清掉就等 那基本上呢 他会先怎么样 先告诉他网址 然后这一行是 你的资料是不是comma分割 comma就逗点 对 因为GSP是comma 所以在后面一个true true的话就是 是OK 你是用逗点分割吗 是OK 那你的编码方式是什么的 UTF8 那就数字是601 好 那最后一行呢 其实就是下载了 就是要不要帮你把资料抓回来 要 OK 这一行的叙述是 要不要在背后执行 如果POSE的话不要 你会发现 它会跳出一个 正在下载的一个状态列 OK 如果你改成TUE的话 它那个状态列应该就不见了 OK 好 所以我把它执行 那你会发现 大概在一秒钟之内呢 资料就全部下载 有没有 OK 所以我们资料就已经产生了 如果假设它更新了 那将来你就不用重新下载 你只要什么 再去执行它一下 这个资料执行一下 它就 就把它下载下来 当然你如果想说 老师那这边执行不方便 可不可以在旁边加一个按钮 当然可以啦 你就是在这边插入 插入一个按钮 按下去 资料就下来了 OK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 资料下来了 但是问题 我们原来有增加三个栏位 有没有 哪三个栏位呢 发生日期 区 路接道 都不存在 所以怎么办呢 那你可以这样 你要下载完之后 让它恢复 那下载完之后 怎么让它恢复呢 所以后面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 在底下 再增加什么 插入栏 OK 所以这个第二个的话 你可以在底下 这边有一个 插入栏的部分 那我这边 已经有写了 其实插入栏 总共你可以想想看 我们大概做几件事 不外乎就是 先在D栏的地方 按右键 先怎么样 插入一个栏 按右键 然后再把它的 所以第一个动作 是插入栏 那第二个动作 是在D1上面 输入它的栏位名称 叫做年 那第三个动作 就是在这边 什么 输入那个公式 是用laps 所以文字里面的laps 然后我取什么 取它的前三个字 所以我用laps 然后它的资料 取前三个字 OK 取前三个字 按确定 OK 然后再来 向下填满 快点两下 所以其实有四个动作 可是问题 将来如果你每次 都要用滑鼠键盘 自己人工在做的话 那很浪费时间 那有没有办法 可以把刚刚那四个动作 变成 四行程式 那不就可以解决 我们要的这个动作了 对哦 跟我讲 这四行程式在哪里呢 其实也是一样 我先把这一行 这个删掉 那四行程式的话 基本上就在 云端白板上面的 第十三页 其实就是这三行 所以我增加一个sup 然后它叫插入栏好了 OK 它贴上 贴上好了 OK 那如果可以 你自己打好了 那基本上 好 我们来执行 所以 刚刚第一个动作 插入栏 插入栏 你就需要在VBA里面 学会一个物件 叫colons colons的话 其实就是栏的意思 栏物件 哪一栏 我要在D栏上面 所以你跟他讲说 在D栏上面 帮我新增 插入一栏 插入的话 insert 所以这样的话 其实就帮你插入一栏 所以按了就8 有没有 那如果我要在D1上面 输入一个年这个字的话 很简单 你就把年这个字 输入到这个储存格 储存格就D1 所以rangeD1 它就放进来了 OK 特别注意 这个等号 不要误会了 这个等号是把后面的资料 赋予到前面的物件的意思 不是计算结果 不像它的数学 这里 程式里面的意思 每个语言都不一样 像那个Python 或者是C Java都不一样 不过大部分都这样 就是把后面的资料 赋予到前面 所以这一行词评 有没有 发现年出来了 然后把后面这个公式 放到哪里 第二 所以我把刚刚的公式 放过来 OK 底下要向下填满的话 其实在VPA里面 有一个物件的方法 叫AutoFill AutoFill实际上就是什么 油标放这边 快点两下的意思 只是说你后面 需要一个参数 要从哪一个储存格 到哪一个储存格 所以从第二 这个储存格 到第一的最下面 那最下面这个是追踪的 从哪里追踪 从A1向下追踪 得到的就是3440 OK 所以这个把它执行 向下填满 OK 好 那不是有依然吗 黏吗 那另外还有 其实还有什么 还有区 它区怎么做 还有路接道怎么做 一样 有没有 所以你可以怎么 底下 利用这四行 有没有 做一样的方法 贴过来 改的话就改什么 窄栏 有没有 毕竟不是第一栏 应该哪一栏 这个应该居栏 有没有 不过这个居栏 好像不用音色 因为本来在右边 所以如果你不加也没关系 直接指向居栏也OK 然后输入什么栏位 放什么工资 向下填满 稍微改一下 那请各位试试看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 很快把资料下载 重新产生我们要的资料 OK 下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 好